过去的那个老人不都说吗 就是说 家寒家寒 窜宜吃饭 对吧 厚到一块的 我们谁不欠谁的 我没有义务 完全我去养活你去 我的孩子不是他生的 我的家庭的一草一木 没有他一点付出 今天来乡亲的大爷 可谓是铁弓机中的战斗机 面对漂亮端庄的女嘉宾 大爷直接表示 要想和他好 女方必须往外掏钱 不然他心里不平衡 真是老奶奶钻被窝 把爷整笑了 都说子父大爷是朴信 那这个大爷就是硬信 又硬又自信 请老姐们搬好凳子 和冬瓜一起看看 这次的大型翻车现场 哎呀你好黄大哥是吧 我是红娘孙妾 黄大哥放铃65丧 退休金每月3000家 哎走咱先进去吧 别拍 进屋再拍吧 我把别人看 先进去再说 我先走你们 你们跟我 一见到红娘 黄大哥两条腿 就像装上了风火轮似的 跑起来比兔子还快 咋的大哥 难不成这小区里 还有别的老相好 这可不行啊 其实我就是不好意思 你们来了 肯定有人见到 都知道了 再传到我女儿那 我女儿知道了 我不好意思 你相亲连闺女都不知道 到时候不得跟女方干账啊 玩的啊 大哥说了 这次的电视相亲 虽然没有告诉自己的闺女 但闺女也支持 她再找个伴的 她当时愿意 让我再找一个 她也放心 女儿是同意咱们再找老伴 对 只不过是啥呢 就当父亲的 就觉得 哎呀 这个岁数了 然后还上电视上相亲 就怕姑娘觉得咱有点 嗯 不好意思 大爷 你的担心是不是多余了 这节目一不出 别说你闺女和左雷又设置到 就连地球人都知道了 就算搬家都让你无处可搬 大大方方的 没准小区里的老太太 就是你的菜 老头进屋后第一件事 就谈起了自己人生的一大汗事 一开始我是学校老师 其实那时候老师挺清贫的 也挺苦的 后来我就调到企业了 改制以后后悔了 我那些个朋友同学 他们在 嗯 还在那个教育界 他们工资都非常高 都六七千 我那个是企业退休的 我就三千 知足吧大爷 你每月退休金三千块 还有房 在老年相亲界 也算是齐鲁旺的做教的 比上不足比下有云了 既然当初选择了 就别后悔了 过好现在的生活 比啥都重要 老头说了 自从老伴走后 身边有很多人给他介绍 但每次都因为同一个原因而失败了 我工资 太低了 现在人很现实 有的要求南方 要给买什么东西 要承担这个承担那个 他的钱要一分不动 其实我看完了以后 我有的时候我也不理解 而且我也不能接受 工资太低 的确是现在相亲界的瓶颈 但接下来 老头的一番火狼致词 相信哪个大姐听了都不会答应 厚到一块的 我们谁不欠谁的 这夸我一个人 一个是不够 就算我挣六千块钱 七千八千 女方也得付出点钱 我没有义务 完全我去养活你去 我的孩子不是他生的 我的家庭的一草一木 没有他一点付出 我们两个厚到一块的 我就去全力以赴 又照顾他 我又全拿资金去养活他 有点不公平 爸呀 你是没睡醒的 还是早上起来喝多了 找个老伴不仅要白白伺候你 还得倒贴钱 人家是图你长得瘦 还是图你说话臭啊 你觉得不公平 那还找啥办啊 自个舞的钱带得过呗 那样最公平了 红娘一听这话 心里就有数了 既然你哭穷没有钱 那咱就给你找个有钱的 过去的那个老人不都说吗 就是说 家汗家汗 窜椅吃饭 对吧 我就是挣一万块钱 我也不会让女人一分不付出的 因为感情和生活是两个人 共同付出才行 单靠我一个人付出 那不公平 相亲现场 面对漂亮且气质优雅的女嘉宾 老头大胆地表达了自己不同的观点 家是两个人的 必须共同付出才公平 结局舒服了 大姐 李大姐你好你好 我已经终于见面了 李大姐方连五十九丧傲 退休金两千家有房 大姐和朋友合开了一家口腔诊所 从她的这个牙就能瞅出来 大姐主要是负责牙齿修复和美容的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她年轻时的职业 竟是一名英语老师 让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学仪的吗 就是因为我原来是教师 教英文 原来是英语老师 后来我自修的 在哪儿当英语老师 我原来是在长春就是一百二十一中学 当了几年的英语老师的吗 四年 四年头 后来因为孩子的出生 公婆身体健康 大姐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 只能放弃了自己的单位 全职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 儿子上大学以后 大姐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一二年之前 我做过这个留学 国际留学 自己创办了一个朗帝国际 几年之后 大姐又转型和朋友开了家物流园 算我三个同学 我们自己创办了一个物流园 而我们还可以吧 就是说 每个人收入个十万 八万的还没有 在干了几年物流园后 大姐又通过自己的努力 靠自学当了一名牙科医生 从以上的这些经历可以看出 大姐是一个敢想敢做 胆大欣欣的事业型女强人 这一切事业的成功 都离不开丈夫在背后的大力之实 因为我俩是同学 非常好非常好 因为我们从来也不吵架 大家都挺羡慕我们 正当大姐的事业 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丈夫却发生意外嫁喝唏嘘了 人生就像是打电话 不是你先挂 就是我先挂 丈夫的粗然离世 对大姐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晴天霹雳 后来在亲戚和朋友的鼓励下 大姐花了整整六年时间 才慢慢从丈夫去世的阴影里走出来 大姐说了 虽然自己的外表看起来是个女强人 但骨子里依然是一个柔弱的小女人 所以趁着现在还年轻 找一个后世的肩膀 让自己靠一靠 对未来的婚姻 大姐也是自信满满 她如果真的能够遇到我 她也是很幸福 因为我这个人 这个方方面面可以说 真的很自律的一个人 就是心底也是非常善良的 那黄大哥会是那个幸福的人吗 两人的见面会擦出咋样的火花呢 在红娘的安排下 两人很快就见了面 从老头直勾勾的眼神中 可以看出来应该挺像中的 女人只要长得美 老头看了卖不动腿 但大姐这边就不咋地了 一般 跟你之前没见面的想象中 还是有差距的 一会想了解啥 可以说什么 了解她的工资情况 她的收入情况就可以了 其他的就不需要了 演员不够 钞票来凑 大姐首先表明了 自己对未来生活的规划 看看老头怎么表现吧 如果一个女生 就是说和这个男生在一起的话 那么就是说女生的这点 这个退出金 就她自己买个衣服啊 或者啥 那就没有必要去考虑 对吧 大哥大姐来相亲 当听完大姐的消费观后 大哥仍然坚守自己的原则 那就是厚到一起生活的双方 水也不欠水的 凭什么白养你啊 我就是挣一万块钱 我也不会让女人一分不付出的 用感情和生活是两个人 共同付出才行 单靠我一个人付出 那不公平 先别拿着一万打比方 先把你的实际的收入情况 跟大姐展示一下吧 看看她能不能接受 我工资低 我才三千块钱 我原先那个在 在学校也是当老师 后来改行了 随着企业工资 就是退休就在这边 得知老头的工资只有三千后 大姐脸色变了 退休这三千不行 太少了 太少了 你再想啊妹妹 整个这一个家庭的花销 我们一月得几千块钱呢 又加油又啥的 三千块钱够吗 根本都不够老妈 就凭大姐的容貌和气质 每月三千块肯定不够花 毕竟经济基础决定幸福的尺度 起码的五千以上才可以 退休金确实是少一些 最为男人 就咱说如果你要是 这个光靠退休金 两个人的生活 也就是生活吧 就是我对男方的要求 起码他的这个月收 在五千以上 在五千以上 老头本想着找个老伴贴补自己 来提高一下生活质量 没料到施与愿违 于是就委婉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我就是这个条件 就是如果能够 接受我这个经济条件 我们就共同经营这个 我们两个的生活 共同付出 这样事的呢 我们能走到底 能走到长远 大姐也听明白了 老头是坚决不接受 那种靠婚姻改变命运行为的 大爷说了 他之前的老办公司比自己高 还承担着家里的所有开宿 所以他就想找一个 那种至纯至善的美好爱情 他说的话我就听出来了 其实我在这个方面上 我心里有说 我不想跟他去 那个叫那个真儿去争辩 此时的大姐就不乐意了 你不跟我争辩 那我得跟你掰扯一下 做了十多年的生意 还能没点嘴皮子吗 过去的那个老人不都说吗 就是说 那叫叫什么了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对吧 听着大姐和自己格格不入的观点 一旁的黄大哥脸色是越来越难看了 此时的他再也忍不住了 多么幼稚的一句话呀 什么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那是那是愚弄人的 愚弄男人的 我觉得有些男人觉得这是个道理 可在我这说不通 大爷的思路清晰 立场坚定 家是两个人的 男女平等就应该是AA制 而这边的李大姐也沉不住气了 到底要让这老头知道 自己是什么身家的女人 我跟你说就是说 有没有追求我的人 就是说 直接就说 你的工资你就拿着用 那么我每个月给你5000块钱 然后呢 其他的就是 你的首饰啊 你喜欢什么买 那是另外算 这个两个人在一起 生活啥也不用你干 丑丑大爷在一旁的眼神就知道 老头心里那是七个不平 八个不愤的 大爷清楚的知道 今天的相牵 也是唱戏的收楼鼓 彻底没戏了 但不甘心的他 仍然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 其实有的男人吧 是那种说法说 我养你 我给你多少钱 我不用你做什么活 那都是一时的激动 激情过后 不会永远这么付出的 你什么活也不干 他养了你 他对他妈 他也不一定做到 不得不说 大爷说的这话 确实很实在 很多人婚前婚后 是两种状态 婚前你是我的小宝贝 婚后就自己去书房睡 相亲进行到这里 现场的气氛 已经降到了冰年 老头偷偷给红娘 打出暂停的手势 表示不想再继续聊下去了 大姐也觉得 这话不投机半句多 两人三观不同 难以磨合 第一次和她聊天 就是我们三观 最起码不一致 我也感觉到 这位女士很优秀 她所要求的很实际 但是我们的三观不同 我们可能 不能够走在一起 最后两人 在友好的气氛中 了结了这份情缘 好了 今天的相信就到这里了 我是爱你们的动物 咱们下期见 默默的